好,我们先回家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讲什么在这 上节课讲的是这个普通流 是吧,普通流里面的一些特性 就正常的这个行内的也好啊 块级的也好啊 在这个格式里面是怎么变动的 哎,那那那肯定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挨着的 是吧,一个一个挨着 上面是H1,后面是P 是吧,后面是P 那么这次我们讲什么呢 总共三种布局方法 第一种是普通流 一个落一个正常的 第二种浮动float 这次我们就讲float 第三种什么来着 第三种absolut 绝对定位法 在哪写着呢 在这块写着呢 这是float 这是normalfloat 就是正常流 这是浮动 是吧 这是正 这个是绝对定位 那这浮动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浮动里面讲的是一个盒子 就是它可以飘起来 飘起来 那么这种文字呢 看起来就有点费事 我们看一个文档啊 看一个文档 当它这个 举个例子来说 这块有这么一个例子 直接把它Ctrl-C,Ctrl-V过来 Ctrl-C 叫什么呢 叫float tsc.html 右键 用优异打开 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 这里面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steal的信息 对吧 steal的信息 保存一下 然后flow test flow test 就是跟这个是长得一样的 是吧 长得一样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说它现在这个内容是一个span加一个这个东西啊 那么super 如果是 这个 这样 这样的话 保存一下 再看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要这样浮动起来了 这个很像以前我们 这个看到的一个 那种东西 是吧 那种东西 再看这个 说这块有一个 这个icon 哎 那这个 它 它这个如果说不分割 那 那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单词 是吧 一个单词 那么这一个单词呢 就 就 哎 哪去了 对吧 这个 如果是一个单词的话 这英文单词 它必须有宽度 是吧 有宽度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设置这个 这个p元素的外边 这个整个的宽度 如果我们不设置这个宽度 那么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这样 是吧 它会这样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 这个 哎 它就飘上来 这就像这个水上飘东西 只要你给它足够的能冒出来的地方 它就会冒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不给它足够冒出来的地方 它就冒不出来 就这么一个事 这么一个事 嗯 我们再看看这个吧 image icon 是吧 image icon 在这里边 Ctrl V 保存一下 然后 Ctrl C Ctrl V 保存一下 这什么意思呢 刷新一下 哎 不是 刷新它 刷新它 这有个图 是吧 这个有个图 这个图呢 现在没有 我现在需要有这个图 等于什么呢 O点 这次G吧 PNG 刷新它 现在是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 把这个往这边推拉呢 你看 这个文字 这次就像水一样围绕这个东西 为什么能够像水一样围绕它呢 更多点 更多水 更多水 为什么能够像水一样围绕它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它这个 这是不是有点像手足下沉 有点像手足下沉 对吧 哎 因为 它肯定设置了什么东西 如果说 不设置这个东西 就一枚值 我不定义这条 流动的属性 那它是什么效果 它 是在一行 是吧 就是说 这一行里边 它是有这个 是吧 还记得行高怎么设置吗 Vertical Line 是吧 Vertical Line 就是 我们 我们 就上次讲那个 Vertical Line 把这个 把这个 让它是同一行 是 Vertical 这讲的是普通流 里面的事情 这就是普通流 Align 是 Middle Middle 双击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位置 如果说我要让它 往上 一个固定位置呢 比如说50% 什么 什么意思 刷一边 这个你看 它就再往下了50% 那如果说 -50%呢 再刷一把 它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效果 负 负 50个像素呢 它就望上一点 是吧 望上一点 那么这个 是Vertical Line 那么我们现在学的 不是Vertical Line 这指的是行内 像 它这就像 一个东西似的 把它流动起来 这是一行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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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它 分割成默认的 一些这个 块块 但是现在这个 是怎么做呢 现在这个东西 应该是 把它 不是普通流了 从普通流里面 提取出来了 Float了 让它流动起来 往哪流 可以往左流 也可以往右流 刚才是 往左 是吧 现在呢 往右流 保存一下 刷新它 它就在这 是吧 它就在这 如果你给这个文字 足够多的空间 那它就会上去 就会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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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随着你这个 这个整个宽度的 不断变化 它是自适应的 这个文字像水一样流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它浮动起来 文字就 就可以围着它 周围 周围转悠 这个是浮动流 和普通流的区别 是吧 这个 这个里面呢 说到了 它的位置 body有一个margin p有一个margin emage有一个margin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吧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 这个还是这个文件 其实就可以 是吧 还是这个文件 那我设一个body的margin 设一个p的margin 那现在呢 不管是body也好 p也好 emage也好 他们都加了两个字符宽度的margin 然后呢 有一个三像素 这个实心的一个边框 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刷新一下 到这来刷新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它当前的效果 body在哪呢 body它外面有一个margin 是吧 这是body p呢 p它也有一个margin 当然 这个body在这个范围里 p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是p 也有这样一个margin 这是p 对吧 这是p p的外边框 外边框 那么 emage呢 emage也有emage相应的一个margin 是这样一个过程 当它浮动起来之后 比如说它这样浮动 浮动起来 再看它 再看它 它仍然有 是吧 仍然有它的 p呢 p仍然是这个范围 body仍然是这个范围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浮动起来 飘浮起来 飘浮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啊 再继续看 这个特别像什么 这个是不是特别像以前那个首次下沉啊 还有没有印象 我说这个没有这个emage了 没有这个emage了 然后呢 在这个 p里面 有一个伪类 叫什么来着 叫forst p 冒号 forst lighter 我记得这么写 是吧 这么写 然后呢 让它 也是float 等于left 然后呢 fond size 是三个 手字下沉三个字符的大小 并没有 并没有 是吧 那么 错在哪呢 我 我现在就 去找一下那个伪类 是吧 嗯 我记得叫forst forst lighter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他的forst lighter 把它抄一遍 抄一遍 我到底哪写错了呢 就舍大空格吗 啊 冒号 这个是中华线 是吧 中华线 然后呢 三个像素 然后呢 float float left 在这再刷它 就大写了 是吧 如果说 据正文有 有那么 0.5个像素呢 那就是 margin right 让它是 两个像素 两个em 这样 它从这个到这个应该有个距离了 是吧 哎 有个距离了 底部 它也可以有 是吧 这个就是首次下沉 它那个浮动的这个原理啊 应该说 那么再回 回过去啊 回过去 它这个其实就是用float的方法做的 那么我们继续float 继续流动 流动 流动 留到这儿 那么这个里面可以还可以环绕行 环绕 环绕是吧 环绕 怎么环绕呢 说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些文档 然后呢 让它 写在这个位置啊 写在这个位置 这个注意 它这个东西就在它前面了 是吧 这个东西就在它前面了 前面有一些文档 前面的文档在哪呢 搁在这儿 这样一段 前面有一些文档 然后是一个图片 然后又有一些文档 又有一些文档呢 给它加一加 保存一下 然后来这刷新 哎 这一妹子怎么跑这来了 first letter 这个这个这个取消了啊 这个取消了 然后一一妹子呢 那一妹子叫 o.png 刷新 那么它其实这样的效果 当它能够 在这个里边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浮动的 对吧 它里面有margin的原因 让它周围有这么一个空空间 有一个空间 是个margin 但是如果如果让它贴得紧密一点 那就是不让它这个有margin 呗 咦 这个是不让它这个有margin怎么办呢 这上面还有一个steal 把这个上 不让它这个有margin 就是不让一妹子有margin 就贴过来 贴过来 贴过来 是不是就 完成这样的效果 在内部 反正如果说 你想像上面两行三行什么的 怎么办 那那你就把这个前面这个给它加上两三两行三行的文字 Ctrl C VVVV 到这来保存 到这来刷新 然后这这不就是 这这他就往这边来 是吧 往这边来 它是左边的浮动 左 右边的浮动 如果说我要它左边浮动呢 那就left left 看left 就左边浮动 那它始终是能够在它周围环绕的 是吧 除非 除非这个 这就是这宽度实在没有了 它就只能换行 这时候它的宽度 也就是 还能够 就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 围绕围绕 困绕型 困绕型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时候 如果加一条属性 P 让它clear left 什么叫clear left呢 就是 它不是在左侧环绕着的吗 现在我让文档啊 在左侧 P元素 加一句话 左侧你就 别再环绕了 就是你不要理那个 那个 clear它了 就是 它不是float吗 哎 你就 你就clear它了 clear了没有 好像没有啊 那么这个是 clear left 保存 刷新 这个P 是不是在这儿 应该再来一个P元素 保存一下 再刷新 这就形成了这样的效果 我给这个image一个border啊 给image一个border 四两个像素实心的红颜色的 是这样一个效果 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也就是说 它原来不是环绕吗 就是说 当它没有这句话的时候 是什么样呢 是这样 它是能够环绕的 是吧 能够环绕 但是这个P和P之间 它是有一个margin的 是吧 这个P 这个P的margin top 如果P和P之间 没有这个margin呢 那么P和P之间 没有这个margin 它有一个浏览器 自己设定的那么一个margin 是吧 margin 就是它 它是有着 还是有着名买 除非你设定成0 P 你把P的margin设定成0 margin设定成0 那么它现在就是0 是吧 现在就是0 这两个段落 其实就基本上贴在一起 而且如果没有边框的话 它仍然是环绕的 但如果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呢 突然间就让它这个底下的这个P 或者所有的P吧 让它clear 让它就是左边的这些浮动对象啊 都不管了 left 不用管它了 不动管它了之后呢 它就从这个底下开始 就把它当成一块级了 感觉 是吧 从这底下再开始了 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right 如果是right的话呢 就不受影响 除非什么 除非你把这个image也浮动到右侧 它这个 它这个左侧就是 把左边这个浮动不管了 右侧就是把右边这个浮动不管了 是吧 是这样的 那这块说的呢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吧 这就是 这是image的margin 是吧 你注意这是image的margin 这个呢 是paragraph的border 这是paragraph的margin 那你说这个margin和这个margin之间 它会不会collapse呢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它会不会 会不会有一个 它的上margin跟下margin之间的collapse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档啊 这个代码 它其实现在我把它的pmargin设置成十个十个字符大小 然后呢 我刷新它 刷新它 我看看它浮动了 对吧 右键检查元素 它的margin是这样的 是吧 它的margin是这样的 所以它和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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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margin和它的下margin之间 是不是它有一个坍塌的过程 竖着的东西就是有重力的作用 于是就可以collapse 但是横着不会collapse 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的东西的内容了 它可以这个望左飘啊 望右飘 我们看这样一个具体的文档吧 为了明确这个怎么回事呢 我们做这么一个文档 做这么一个文档 这个body里面是这样的 有三个div 鹅鹅鹅 趋向向前哥 白毛服绿水 然后呢 有一个p p元素 这里面就是 全是红掌波轻波是吧 红掌波轻波 在没有任何这个样式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div 是吧 检查元素 这是一个div 一个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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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p 是一个p 这上面它有margin top 是吧 margin top 下面呢 我加上相应的这个css代码 首先对div设置 所有的这个盒子 哪个是div 鹅鹅 需要向前哥 白毛服绿水 什么特性呢 内边具 外边具 这个边框 呃 字体颜色 字体 字体大小 以及高度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再设置它的红颜色的盒子 是红颜色的 这给它ID 红绿蓝 红的是红的 绿的绿的 蓝的蓝的 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刷新 很明确是可以的 对吧 这是什么 红颜色的div 这是绿颜色的 它这个在缩饭的过程中 它其实是 这是普通流 是吧 普通流 普通流 普通流的过程 当我现在要浮动它了 什么叫浮动它 谁先浮动起来 先把蓝盒子浮动起来 嗯 float left 蓝盒子 这就算浮动起来了 这样蓝盒子一浮动的时候 叠P元素的内容 是不是就围着它了 如果前面搁几个字 还可以更深层次的环绕 对吧 那么它周围为什么有 有有有这些边框啊 那是因为div的 margin决定 是吧 是因为这个div的 蓝盒子div的margin决定了 对吧 是由它的margin决定 嗯 这就是 它为什么不能浮到上面去啊 因为在这个前面流是普通流 在普通流的过程中 它到这儿它都是从头到尾 从头顶到尾的 那这个它就只能浮到这儿 因为它上面盖上盖子 浮不动 浮不动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 现在我浮动谁啊 现在我浮动这个 最顶的这个吧 我从头开始浮动 如果最顶的这个浮动 但是蓝颜色就不浮动 会怎么样 最顶那个开浮动 浮动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它 原来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消失了 它跟相对定位不一样 原来那个位置消失了 对吧 原来那个位置消失了 那它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哪呢 注意 Body里边 对吧 Body里边有这个第一个盒子 这个第一个盒子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上边距的 是吧 它是有一个上边距的 这个上边距是顶到哪呢 它是根据这个来的 根据这个来的 上面一个margin 是吧 这上面一个margin 然后呢 这个margin这样的 如果说我单门让这个 红颜色盒子的margin 还要变成30像素 会怎么样 margin变成30像素 会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就跑这来了 这就浮动起来之后 然后就是 它最上面 它到不了 那它上面和Body也没有塌陷 是吧 你发现了吗 它上面 这是Body吧 这是Body 是吧 Body Body和它之间 并没有塌陷 对吧 Body和它之间并没有塌陷 是这样一个事 是这样一个事 如果我让绿盒子 上面也有一个 加大一个margin呢 margin 让它是50个像素 那么我发现 它是从哪开始的 它是根据绿盒子的这个标准流的位置 然后来的 是吧 它是根据绿盒子标准流的位置 绿盒子标准流在这 是吧 然后它是根据绿盒子标准流的位置来的 它是这样的 那么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说呢 我现在 绿颜色 红颜色也不浮动了 绿颜色也不浮动了 它的蓝颜色浮动 来 刚一看一开始是什么时候 一开始全部浮动 如果蓝颜色浮动的话 这个字就上来了 是吧 但上面固定着不动 因为什么上面卡死了 如果只有它浮动的话 那么它就消 它在原来的位置就消失了 而且呢 这个 这两个顶上去 但底下并没有浮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又变成一个盖子了 就是把这水给盖上了 这水就浮不上来了 水就浮不上来 如果说现在绿颜色浮动呢 如果绿颜色浮动 它其实是在标准流当中的 两个块机之间的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两块机之间的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绿颜色浮动了 那绿颜色原来的位置就被 就被谁替代了呢 就被蓝颜色替代了 然后呢 它把这个里边的东西就往这边顶了一下 是吧 它把这里面东西 就跟红颜色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字 它其实是可以 可以往上一点点 是吧 可以往上一点点 因为它是根据绿颜色浮动来的 它的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有一个四周围的margin 然后它其实最开始的左上角的位置 它浮动肯定要往顶上浮 对吧 它最多能浮到哪呢 浮到它上边的这个 就是说呃 正正常流里现在还有两个 normal flow里还有两个 一个红的 一个蓝的 那么蓝的的这个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浮动的位置 是吧 现在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现在是第二个浮动了 对吧 我把蓝颜色也浮动了 蓝颜色也浮动了 这是什么效果呢 现在绿颜色不是浮动了吗 蓝颜色也浮动了 看绿颜色也浮动 蓝颜色也浮动 是不是这个盖子就相当于没有了 相当于这样是不是就浮上来了 浮上来 那如果绿颜色往左浮 蓝颜色往右浮呢 蓝颜色往右浮会是什么效果呢 哎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那如果说现在红颜色也浮动 红颜色说 我不在这上面当顶着盖子了 我我也浮动起来 那是什么效果 他也赖的 刷新 哎他也刷新 那么这个他就他就这样的效果是吧 当然这个他字体太大 他能不能能不能让他们 哎你看 过程中 我我希望他的这个字体大小13像素吧 然后高度呢 无所谓 现在啊 注意 全都浮上来了 对吧 但是随着这个宽度的压缩 宽度的压缩 首先会把谁先挤下去 先把这种底下的这个P元素的 这种这种挤下来 然后是谁 然后是 然后是蓝盒子 蓝盒子挤下来之后 再挤 这个文字又又被挤开了 又被挤开 然后就绿盒子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上来之后是红绿蓝 现在鹅鹅 再是曲阳相仙哥 再是白毛红绿水 这样一个过程 是吧 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浮动 浮动 现在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呢 如果说绿颜色的盒子 绿颜色的盒子 我让他变 扁一点 说他的高度啊 是多大个呢 是50个像素 50个像素 那么他会是什么效果呢 注意他就这样了 是吧 这样 在这个过程中 他先把蓝盒子挤到这 然后呢 蓝盒子还能还能在这卡一下 你发现了吗 在这卡一下 绿颜色 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如果说 其实其实就是说 他流的过程中 首先是要往上走 能往上走 尽量往上走 实在能往上走 卡就往上走 如果实在是不能在上面 那怎么办 实在不能飘 因为这容器被挤了 容器被挤了 那那那怎么办 容器被挤了的过程中 还是能往上 尽量往上 然后呢 往相应的方向去浮动 然后相应的方向去浮动 是这样的过程 现在这个是都 他非要往左 是吧 把他也往右 如果他的高度是30呢 就更明显一点 更明显 卡 是吧 他先是浮动到这里来 然后再 好像一起下去的 其实不是一起下去的 他是有先有后的 谁先呢 就是假如说给他一个宽度 给蓝色盒子一个宽度吧 给他的宽度是 50个像素 蓝色的宽度是50个像素 看 这样 看不出来 给他150个像素 这回肯定能看出来了 能往上 尽量往上 哎 能往上 尽量往上 但是实在不能往上了 就望左浮动 望左浮动工程中 也是能往上 尽量往上 哎 能往上 flow 他就是浮动 哎 那么这个 当他这个全都压过来的时候 是这样的 当他这个时候 是这样的 如果说啊 现在我给 这不是红颜色盒子先浮动吗 我给绿颜色盒子一个特性 让他clear clear谁呢 clear left 他原来应该是这么浮过来 是吧 喷一下浮过来 现在他当这个左边浮动都没有 都把左边浮动给清空了 看 哎 他是不是就重新 就不管你拉到什么程度 这块你就浮动到这 这个 这个 这个就不管了 这个就不管了 那么这个就是 重新浮动 是吧 就是 就是我 再怎么浮动 我也就把它 不会浮动过它 是吧 不会浮动过它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说 这个蓝颜色的盒子 也做这么一个事呢 也做这么一个事呢 看 那 那就是这样的效果 是吧 那就是这样的效果 他其实就 就等于 他 他 他 不会浮动过它 他本来应该往上飘 是吧 但是左边的清了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那么如果说啊 如果说 红颜色盒子 是 这个 然后绿颜色盒子 我让他往右 又飘 那会不会影响啊 哎 那么 那会不会影响 那么绿颜色的盒子 放右飘的过程中 其实 这个 蓝颜色的盒子 是不受他影响的 对吧 蓝颜色 他只清空了 左 只管这个左边的 这 这个东西 对吧 只管 只管这个东西 但如果说 他管右边 那个东西呢 Clear Right呢 那 那蓝颜色的盒子 就是说 他再怎么飘 也飘不过这个绿颜色的盒子 是吧 是这么一个过程 哎 那么 如果说 这个绿颜色盒子 在 在不管那个 就 不在 不在 在意 那个左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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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盒子 飘呢 那绿颜色盒子 就过去了 是吧 绿颜色盒子 过去的过程中 蓝颜色的盒子 始终 也飘不过 绿颜色的盒子 他始终 也飘不过 绿颜色的盒子 他是想往上飘 但是呢 他也飘不过 绿颜色的盒子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 这个 他还是能够飘过 红颜色的盒子 是吧 他 他能够 那为什么呢 因为红颜色盒子 在这个位置 当然 如果说 他是boss的话 就是 左边 他也飘不过 右边也飘不过 是吧 他就 就是不管左边也好 右边也好 他甭管怎么飘 都会把它 搁在下边 这就是 clearboss的 这么一个 一个用法 clearboss的 这么一个用法 那么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那么浮动的盒子之间的外边距怎么计算呢 这个位置 比如说 我检查元素 作为 他的外边距和他的外边距还有他的外边距之间 我们可以发现 他是怎么样计算的 他的计算方法是 相加的 对吧 就是 他和他之间不是应该这个 就是纵坐标 就是纵向的宽 高度坍塌嘛 但是他并没有坍塌 他只是 只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啊 如果说 红颜色不浮动 绿颜色也不浮动 蓝颜色也不浮动 绿颜色也就浮动起来 那么是什么效果 红颜色不浮动 绿蓝颜色也不浮动 绿颜色浮动起来 浮动起来 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再看他的这个 红颜色和蓝颜色之间 就假装是绿颜色没有了 你看 假装绿颜色没有了 假装绿颜色没有了 于是他们两个是普通流 普通流于是就发生了什么 collapse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他都是浮动起来的时候 树这个纵向的高度是不坍塌的 但是普通流的时候是坍塌的 我们这次主要讲的就是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再见